瘦肉筋的风暴呢 现在从美牛一路蔓延到了台湾猪 那么在昨天国民党立委蔡政员 他拿出了一份号称是来自一美检验室的资料 那么其中显示知名品牌的香肠 还有连锁超市 所贩卖的部分肉品 被验出含有更毒的瘦肉筋沙丁岸 那么根据了解这份资料呢 早在3月8号就送到了总统府跟行政院 现在传出了阴谋论 说是这个高层呢 希望刻意营造台湾猪肉 比美国牛肉还要毒的这个状况 来降低民众的反弹 不过对此今天行政院长严正否认 就是这份一枚检验室报告 知名品牌香肠跟连锁超市肉品 验出台湾猪有沙丁安全 比美国牛毒让否认高层鸡飞狗跳 急着危急处理 启动 其实这个我们提前 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早在这个民间热情人士 提供一些资料的之前 当然民间热情人士提供的资料 我跟他讲 他是单一场所的 其实这个在这个代表性上 我们可以把它加以改善 虽然陈奎强调一切只是个案 但知名肉品大厂的消费者可不少 总统府在三月初接到报告时 就觉得问题不小 赶紧向农委会查询 甚至还透过管道 请议美扩大抽烟样本 三月七号 议美再送出两份报告到总统府 虽然已经行政院专案处理 不过外界却感受不到政府的动作 三月十三号 国民党立委蔡振元才拿出检验资料 传出围猪就牛阴谋论 有一些热心人士把疫面的检验报告 那么要递送给了总统府 也递送给了行政院 但行政院好像是比较没那么积极 当然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陆续出现几件事情 但是我想大家也不要太多的想象力 认为说这有什么阴谋 就绝对没有了 要让台湾猪也不安全 转移瘦肉进美牛焦点 其实IT台北办事处处长斯楚文 三月八号也曾有此论调 质疑台湾食物也不纯净 我还是在这边说 跟大家说 应该是可以安心的吃 政府再三强调 市面上的猪肉产品没问题 但一枚检验室的数据 也不算造假 不管是不是阴谋 民众或许最想知道 台湾的猪肉吃了 会不会有事 这是台北综合报道